大家好,我是小悟,欢迎来到东托邦 2009年的一天晚上 墨西哥城的警局一位警员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打电话来的是两个美国的游客 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墨西哥城霍奇米尔克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露营 他们说连续好几天晚上 他们都听到一个无人岛上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一开始这两个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是这大半夜的两个大小伙子同时听到这种声音 确实是有些甚人 这两个小伙子露营的地点 墨西哥城霍奇米尔克位于阿纳瓦克山谷的中部 被高耸的火山所包围着 海拔高达2230名 那城内有很多名胜古迹 在1987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目 也是很多游客所神往的旅行目的地 这天呢 两个从美国来的游客 年轻小伙子 他们在霍奇米尔克城内游完了一圈之后 在傍晚时分 乘船通过运河到达周围的一个小岛 准备在这个小岛上进行露营 当他们抵达小岛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于是他们就打着灯 在这个小岛的边缘支起了帐篷 之后两个人就静静地躺在帐篷里 欣赏美丽的夜色 可是突然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小伙子说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两个人仔细一听 像是那种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 又像是有人在耳边低声耳语的声音 一开始两个人觉得 可能就是风声 或者是这两个人 在小岛露营 荒山野岭的心里就用霸露 可是这夜色见身 这声音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越来越清晰 而且仔细一听 这声音分明就是从他们头顶传来的 这种嘶嘶哼哼的声音 很像小孩子的哭声 于是这两个人就给当地的警局报了警 但是可想而知 这警局根本就不会相信 这两个小伙子的胡说八道 没有办法这两个年轻小伙 决定起身走出帐篷 去这个小岛上一探究竟 这两个人拿着照明 一路走了很久 都没有在这附近发现有什么异常 就在这两个人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阵风吹过 这两个人的头顶又响起了这种嘶嘶的声音 两个人拿着这个照明往高处一看 眼前的一切几乎吓傻了他们 高处的一个大树的树枝上 挂满了各种各样形色诡异的娃娃 这些娃娃有的歪着头 有的少了一只眼睛 有的断了一条胳膊 而且趁着夜色这远远看去 就像是树上挂着一个个死去的婴儿 而事实上这座小岛上足足有两千多只娃娃 而这座小岛也被称为是位于墨西哥城南部 与霍西米尔克之间的娃娃岛 那提到娃娃呢 肯定很多人会想到小时候的玩伴 尤其是小女孩 但是事实上老一辈的人啊 经常提醒我们说 不要把人形的娃娃摆放在家里 很容易聚集灵气 招惹邪碎之物 那么这个小岛上 这两千多只娃娃背后 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娃娃岛的主人名叫桑塔纳 是墨西哥的一个花匠 根据小岛上的一些居民所说 桑塔纳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在这个小岛上居住了 那有一些人说 是桑塔纳年轻的时候 遭到了心爱的人的抛弃 那于是呢 就来到了小岛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他平时呢 就在这里种种菜 养养花 然后把种的这些花草呢 拿到附近的集市场去变卖 换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桑塔纳平时呢 非常的不喜欢 与人沟通和接触 就这样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几年之后 一天下午 桑塔纳独自在河边喝着啤酒 然后就看着不远处呢 有一个小女孩 抱着洋娃娃在河边玩耍 那桑塔纳就非常纳闷了 因为这个小岛 平时是不会有外人上来的 怎么会有一个小女孩 在河边玩耍呢 那这样想着呢 她也没太在意 就一面还喝着啤酒 可是一转眼 她再往小女孩 所在的位置望去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 只看到一只娃娃 漂浮在运河之上 那桑塔纳就赶紧 跑到娃娃所在的地方 就看到从水下 慢慢地浮上来一具尸体 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尸身 她猜想说可能是小女孩 为了捡掉在水中的娃娃 不幸狮子落水 然后就被淹死了 当桑塔纳把小女孩拖上岸的时候 她当然早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里愧疚 没能及时救起小女孩 从那以后 桑塔纳每一天晚上都开始做噩梦 在梦中 那个狮子落水的小女孩 用哀怨的眼神和声音质问着桑塔纳 你为什么没有救我 而桑塔纳也开始日益变得精神欢呼 每一天就呆呆地坐在河边 望着小女孩十足落水的地方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桑塔纳突然开始四处搜集 别人不要的洋娃娃 她把这周围河道漂浮的娃娃 全部都搜集上来 在集市上还捡了很多 被人扔掉的娃娃 桑塔纳把这些娃娃 全部都堆在自己的家中 想用这些娃娃 去安慰已经死去的小女孩的灵魂 那有时候呢 桑塔纳还会在家中 为这些娃娃做饭 给他们换衣服 为他们吃饭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 桑塔纳就一直不断地收集娃娃 然后把这些娃娃 挂在小岛各处的树枝上 那久而久之呢 这座小岛就被桑塔纳 活生生地整成了一个娃娃岛 那小岛周围的一些居民 看到这一诡异景象呢 也都议论纷纷 那娃娃岛的传说呢 也就一传十十传百给传开了 随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恐怖 和灵异探险爱好者 来到岛上 想要对娃娃岛一探究竟 直到2001年的时候 桑塔纳被她的侄子发现 死在了小岛上 而她的尸身被发现的地方 就是她曾经第一次见到 那个抱着杨娃娃的小女孩的运河 那自从桑塔纳死后呢 附近的一些居民就纷纷传言 说是小女孩的灵魂 把桑塔纳给带走了 那此后呢 来小岛上探险的一些游客 也是越来越少了 有一些实在意志不住好奇心 上岛的一些人们 在岛上也都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 就在这个神秘诡异的娃娃岛 渐渐地淡住人们视野的时候 2009年 这两个美国来的游客 无意间又重新发现了这个小岛 他们回去之后 将他们的这一发现就告诉了电视台 伴随着电视台的大幅报道 墨西哥城附近的这个娃娃岛 又重新映入了人们的眼帘 如今呢 娃娃岛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 那为了表示对死去的桑塔纳 以及吃足落水的小女孩 王魂的祭奠以及敬畏之情 来岛上的一些游客们 都会随身带着一只娃娃 那临走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只娃娃也捆在 这个小岛树的树梢上 那久而久之 这小岛上娃娃的数量 可以说是日益增长 而且由于这些娃娃 是被挂在室外 风吹日晒 那不免呢 就会遭到一些损坏 有一些娃娃呀 衣服很破 有一些娃娃呢 可能少一只眼 断了一条胳膊 这就让这个小岛上的娃娃 看起来更加的诡异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说 这个娃娃岛的传说呀 纯粹就是营销炒作 为的就是吸引来更多的游客 为这个娃娃岛的运营者 赚更多的钱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关于娃娃的灵异故事 和都市传说 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了 除了最最有名的安娜贝尔之外 那最为大家熟知的 可能就是罗伯特厄灵娃娃了 在1896年的时候 在美国富罗里达州的西郊岛 住了一户非常有钱的一家 奥托一家 在1902年的时候 奥托夫妇的小儿子 罗伯特·奥托出生了 那两年之后呢 罗伯特·奥托的爷爷呢 就为他定制了一只 穿着海员服的玩偶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罗伯特 而这个玩偶在定制的时候 是按照两岁的 小罗伯特的身高 一比一定制的 在那个年代看来呀 这个玩偶做的是非常逼真的 因为这小罗伯特 自打会说话以来 就说自己将来长大 想做一个海员 所以他拿到这个娃娃之后 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每一天不管去哪 都会带这个娃娃 罗伯特的整个童年 几乎每一天 都是在这个娃娃的陪伴下成长的 因为太喜欢这个娃娃了 罗伯特给这个娃娃取名字 也叫罗伯特 他每天对这个娃娃照顾有加 帮他换衣服 帮他梳头 甚至还会在吃饭的时候 为这个娃娃摆上一副碗筷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那小罗伯特在长大的过程中 他的性格开始变得非常的诡异 本来活不开朗的小罗伯特 开始慢慢的变得少言寡语 有时候整整一天 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就对着这个娃娃 罗伯特讲话 那声音呢 时而亢奋 时而低沉沙哑 半夜里 罗伯特的父母 还经常听到儿子的尖叫声 等他们跑到儿子房间去看的时候 就发现房间里面一片狼藉 桌子椅子都被掀翻了 那衣柜里的衣服也被扔了到处都是 那当然呢 奥托夫妇就质问儿子小罗伯特 说这是怎么回事 那小罗伯特非常委屈地说 这都不是我做的 是娃娃做的 那一开始呢 奥托夫妇也没把儿子的话 当成一回事 直到一天半夜 夫妻俩在熟睡的时候 听到了非常诡异的笑声 忍无可忍之下 奥托夫妇就把这个小罗伯特娃娃 给锁在了阁楼里面 那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家里的一些怪事也日益平息下来 多年之后呢 年幼的罗伯特长大成人 他并没有按照小时候的理想 成为一名海员 而是作为一名艺术家 并且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 本来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此就结束了 但是就在罗伯特成亲之后 没多久 他的父母去世了 那自然而然的 罗伯特就继承了父母的这种老房子 当他重新回到房子 去打扫阁楼的时候 在阁楼的角落里面 找到了他小时候 爱不释手的罗伯特娃娃 鬼使神差的 他把这个娃娃又重新取了出来 带回了自己的卧室 那从那之后呢 罗伯特的性格 又开始变得非常的怪异 他渐渐的开始冷淡妻子 不跟妻子说话 每一天就陪着这个娃娃 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甚至都不让妻子坐在餐桌前 而是把娃娃放在餐桌对面 直到后来 罗伯特甚至变得非常的暴躁 开始家暴妻子 有人说是因为 罗伯特长期娃娃形影不离 所以娃娃就被注入了灵魂 也有人说这只娃娃 是被奥托家曾经的 一位女佣下了咒 因为女佣在奥托家 当时受尽了虐待 1974年 罗伯特奥托去世 两年之后 他的妻子也去世了 那因为奥托一家 在罗伯特这一带呢 是单传 而罗伯特呢 又没有孩子 那这个房子呢 就一直空置下来了 直到几年之后 一对夫妇 罗伯特夫妇 买下了这栋房子 但是灵异故事 没有就此停止 有一天晚上 正在睡梦中的罗伯特先生 被阁楼的动静给惊醒了 他和妻子一开始也没多想 以为就是阁楼闹老鼠了 可是一连几天啊 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从他们头顶 传来这动静 那忍无可忍之下呢 罗伯特夫妇呢 决定上楼去打扫一下阁楼 顺便把这个老鼠给抓出来 可是就当这两口子 爬上满部蜘蛛网的阁楼的时候 他们发现阁楼上 有一个两岁小孩一样 大小的娃娃 坐在一个摇椅上 前后摆动 而这个娃娃 正是奥托一家 刘翘的罗伯特娃娃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摇椅 为什么会自己前后摆动 但是罗伊特夫妇的女儿 一看到这个娃娃 就非常的喜欢 赶紧把这个娃娃 从阁楼里给取了出来 放进了自己的卧室 可是几天之后 这小女孩的身上 也出现了一些怪事 每天晚上她都会做噩梦 并且在噩梦中惊醒 她甚至还跟罗伊特夫妇说 自己看到娃娃 在房间里面跑 还跳上床来 想要攻击自己 直到长大之后的 罗伊特夫妇的女儿 依然坚信说 这个娃娃是活的 它是有灵魂的 多年以后 罗伊特夫妇 将这栋老房子卖掉了 并且将这个娃娃 捐给了西郊岛的历史博物馆 而直到今天呢 还是有不少游客 慕命而来 想要一睹 罗伯特娃娃的风采 而在网上呢 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都市传说 说来这个博物馆 参观罗伯特恶灵娃娃的游客 如果他们想要 给这个恶灵娃照相的话 需要先经过 罗伯特娃娃的同意 否则的话 厄运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有一些人甚至在博客中写道 他们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对罗伯特娃娃出言不逊 之后回到家中 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啊 都遭遇了不可想象的意外 那久而久之呢 有一些人后来又回到了展馆 专门给娃娃写了道歉信 先在展馆的墙壁上 还贴满了这些信件 很多人都说 不管是罗伯特恶灵娃娃 安娜贝尔 或者是墨西哥的娃娃岛 都是带有商业目的的炒作 不知道大家 对于娃娃恶灵父亲的这一说法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视频道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